第951章 强力 扑斥 赤龙战队大统领 再也忍不住心中暮火的爆发 直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赶忙被身后的老四老七 搀扶住了身体 老大 你要不要紧 千万不要被这些家伙的话气到本源呢 我们还要与他们林立一战呢 老七的话刚说完 便引起了对方徐阳团队众人 哈哈大笑的声音转出 你们不会是在跟我们讲笑话吧 凭你们现在的模样 怎么可能还有资格 与我们阿阳老大交手呢 李斯特 我们来划个拳吧 如果你赢了 这赤龙战队这些家伙的死法 你来决定 如果是我赢了 就由我来审判他们的命运 小丑的话刚一出口 彻底点燃了赤龙战队众人心中的怒火 他们再也忍无可忍 冒着必死的危机 各自爆发出无比强大的灵力波动 而后 同时将出手的目标 锁定在了阿阳团队七人的身上 仅一个照面 六道光芒同时飞升而起 压向了荣耀战队所在的位置 然而迎接 他们的仅仅只是一波催枯拉朽的 强势镇压 只见徐阳冷哼一声 突然虚空抬手 一掌轰出 强大无比的灵力波动 瞬间爆发 形成了一道全封闭的领域空间 竟然同时将这赤龙战队六个人 完全定在了半空中 我的天 这荣耀战队的阿阳老大 也太可怕了 这家伙到底使用的是怎样的力量 居然能够同时压制整个赤龙团队 不要忘了一个事实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就算赤龙战队的实力 无法和这只新型的荣耀战队相比 可以总归不至于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毕竟他们的大统领头目 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拦极灵力修饰 可这些人加起来的 在荣耀战队阿阳的面前 居然如同纸糊的一样脆弱 不堪 徐阳以审判者的姿态 冷笑着扫尸 被自己定格在虚空中的每一双目光 在他们的眼神中 看到了浓烈的仇恨情绪 我很能理解你们此时的情绪状态 但我还是那句话 拥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全都是你们自找的 你们刚刚来到萨尔城邦时的一切所作所为 你们高傲的眼神冷漠的姿态 你们肆意轻薄我 荣耀战队成员的狂妄与放肆 都将在今天这一战中得以补偿 徐阳说完这番话 自虚空中轻轻做出了捏掌维权的动作 仅一个照面 这六个被囚禁在虚空中的赤龙战队成员 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大的威压在周围 这封闭空间当中不断压缩 而后 六个人的瞳孔 完全爆碎 成了一团血舞 同时被徐阳彻底废掉了 双眼 要知道 双眼对于任何一名灵修来说都是最为脆弱的 也是至关重要的身体部位 不光是因为视野能力方面体现出来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灵修的双眼为身体当中 距灵效果最明显的三个身体部位 除了木双木之外 还有丹田以及星海这两处 也是至关重要的距灵之所 因此废掉了双眼 等同于废掉了灵修的两条 手臂 果不其然 在丧失了木地的一瞬间 虚空中赤龙战队这零六个人 全部惨遭降级 大统领更是从南极灵修变成了清极 其他人也都被整整削弱了一个等级 身上的灵力光环 颜色迅速发生了变化 徐阳并没有过分折磨这些人的意思 他只不过是以赤龙战队这些人为力 杀鸡儆罢了 因为现场上演的这一幕 全都被这些地魂战团入侵势力的所有士兵们 看在眼中 这本身就已经成为荣耀战队 代表魔龙战团实力 对地魂战团的一种强大的威慑 不知道 你们这些吃瓜群众 现在敢想如何呀 徐阳一只手牵制把玩着 虚空中 这六个傀儡一般的家伙 同时将目光扫向了自己身后 大片大片的地魂战队 强大的灵修们 竟根本不敢支持徐阳的双眼 全都本能地低下了头去 摆出一副唯唯诺诺 言听计从的样子 我告诉你们 萨尔城邦 永远都是我荣耀战队的大本营 成主也永远只有一个 那就是弗朗西斯夫妇 今日你们看到的赤龙战队 仅仅只是魔龙战团当中 最不起眼的一只 即将陨落的势力 而荣耀战队这个名字 将会取代曾经的魔龙七杰 代表整个魔龙战团 镇守萨尔城邦 今日这一战 我荣耀战队 帮助你们地魂战团 清理掉赤龙战队 同时也算是给你们这些人的 一个警告 今日过后 你们各回个家 再也不准集结到一起 对魔龙战团的势力范围 发起进攻 否则的话 我保证你们这些人 下场一定要比这赤龙战队的 这些人惨得多 徐扬这番话说完 同意着周围这些地魂战团 入侵势力的领导者们 同一时间纷纷单膝下跪 这也是对徐扬暴矣 最为虔诚的膜拜 虽说领头下跪的这些头目 全都是谷格拉斯派出去的奸血 可这些地魂战团的普通灵修们 也都心悦成福地 被徐扬的实力所震撼 他们也是打心眼里 想要尽快退出这场纷争当中 原本地魂战团方面 给出他们的命令很简单 那就是不遗余力地横扫一切 尽可能撕扯开魔龙战团 在萨尔城邦这条线上的 所有城邦缺口 为后续大部队强势入侵 魔龙战团的地盘 拉开一个完美的序幕 然而这一次 当这些家伙入境之后 遇到了荣耀战队这样 一支无与伦比的强大战队 所有的战斗欲望 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消失 请阿阳阁下放心 我等有生之年 必定不会再踏入萨尔城邦半步法 这里永远都是荣耀战队的大本营 也是整个西域最孤落金汤的城市 徐扬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毫无疑问 他看到了自己所期望的一幕 就此上演 好了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来处理吧 我已经失去了 对这几个废物的处置的欲望了 徐扬说完 手上轻轻一挥 将趴在地上的六个赤龙战队成员 就这样像是丢垃圾一般 丢在了地上 紧跟着 要战队众人簇拥着徐扬 重新回到了层 主府内 而外面的控场当中 爷爷能够听到奔马践踏的声音 那是地魂战队几个图腾 为战马的强者 肆意践踏赤龙战队 六个人尸体发出的声音 第952章 毕恭毕敬 随着赤龙战队的彻底遇没 徐扬很快便下令 遣散所有地魂战团方面的入侵势力 并且一并释放了 在马戏团第一批受训的 那三个地魂战团 入侵势力最强大的领导者 让他们亲自带着地魂战团 会挥下的灵修士兵们 回到自己的势力领土当中 至于他们如何复免 如何对这场战争 做出一个总结和回应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那三个家伙 连这点事都处理不好的话 他们根本不配做 马戏团灵魂徽章的拥有者 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 徐扬带领荣耀战队众人 将整个经历了一波 战争洗礼后的萨尔城堡内外 完完全全进行了一次安顿和休整 值得一提的是 普朗西斯夫妇 在这方面显然有很出色的经验 不光只会得当 并且 整个萨尔城堡内的各方面 物资储备相当的丰厚 加上这一次抹杀了赤龙战队 他们战队本身带来的一些随行物资 也是相当的丰厚 有了这样一批物资的补给 以及周围几个相邻城堡 18时的部分全都已经被修复完 这样的战后修复速度 简直令其他的友好 灵城堡叹为观止 可以 期间 徐扬带着灵瑶等人 不止一次地在萨尔城堡内部进行巡查 身边跟着大批的灵修护卫 阵仗俨然不要太惊人 沿途路过那个卖冰水的大婶的身边 大婶在看到领导着这些强大灵修的人 是徐扬和灵瑶之后 吓得连连跪趴在地上 一个劲儿的高呼万岁 徐扬和灵瑶笑着对视了一眼 亲自扶起了大婶 嘿嘿 怎么样 是不是很惊喜很意外 大婶 不过这也怨不得你 我二人之前的确是刻意隐藏了实力 所以在你的视角来看 我们并不是真正的灵修 大婶一脸的惭愧 根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直接送上徐扬和灵瑶两人 一份专属的超大号 丁镇饮料 作为对自己之前 有眼不识泰山犯下的错误的一种补偿 徐扬和灵瑶 欣然接受了这份馈赠 而对于他们来说 这样的馈赠 无疑也是最好的结局 老大 魔龙战团方面来消息了 我怎么觉得 这一次有些来者不善呢 没过多久 古格拉斯那家伙 亲自跑了过来 手中还加了一份 竹简饭的魔龙大令 徐扬亲自打开这份竹简 果不其然 正是魔龙战团 核心领导团势力 发出的邀请 宴请的对象 赫然便是徐扬的这一支 刚刚建起来的荣耀战队 所有七名战队成员 全部在受邀行列 美其名曰 是要对整个荣耀战队 进行表彰 毕竟这一次 光是靠一个塞尔城邦 便堵住了来势汹汹的 地魂战团 入侵势力数千人的规模 如此功劳 按说魔龙战团核心领导团 给予表彰和邀请 这样的殊荣 无可厚非 但徐扬很清楚 魔龙战团真正的目的 可是绝对不是 要请他们几个吃饭 那么简单 而是想要通过这个机会 进一步了解 荣耀战队的真正实力 并且将这一股 横空出世的 新兴顶级战队 牢牢地把控在自己手中 这才是他们那些 上位者真正的目的 鸿门宴 这绝对是鸿门宴 老大 你有什么想法 徐扬确实面色 平静地冷笑了一声 在我这儿 从来就没有什么鸿门宴 既然是邀请咱们去吃饭 那咱们就敞开了肚子 好好的踏踏实实地去吃 就算这饭菜当中 真的藏着什么刀枪剑剂 咱们就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还责罢了 当然 如果这些魔龙战团 真的比我们想象中 还不懂礼貌的话 那我们荣耀战队 也不需要跟他们客气什么了 大不了推翻魔龙战团 核心领导团 我们自己来做这个老大 徐扬这话 自然没有直接明目张胆地说出来 而是靠自己的灵魂传音 精准传达到了荣耀战队的 每一名成员的脑海之中 得到了徐扬这样的看法之后 大家自然是心情无比的 不得不说 自打跟了徐扬之后 荣耀战团的每一名成员 体内那燃烧的热血 全都迸发了出来 仿佛真的找到了 他们当年一起奋发 想要干一番事业的信心 然而很快 李斯特便最先冷静了下来 来到了徐扬的面前 老大 团队当中 只有你和灵魍妹子 有和核心领导团那些老家伙 正面硬刚的实力 我们其他人 自然也是可以抱你们两个的大腿 可说到底 我们这些人的实力 还是没有办法 和魔龙大团核心领导团 以及魔龙七杰其他那些 顶级灵修抗衡的 如果这真的是一场鸿门宴 我担心我们几个人 因为实力不足 会在紧要关头 拖累到你和灵魍 必须要承认 李斯特说出的这个问题 至关重要 正如之前 他和小丑在分头追击赤龙战队 老五老六的时候 同样都面临着 无比明显的实力压制 而这一次 前往魔龙战队 核心领导团碰面 遇到的 除了核心领导团 那些真正可怕的 西域顶级高手之外 自然还有魔龙七杰 其他几支最强队伍的成员 这些人 最低也是青涩巅峰的等级 甚至还有子级的 传说级级别高手 根本不是他们这样 参差不齐的实力 程度能够抗衡的 如果到时候 真的遇到危险 徐扬和林瑶 必定会将主要精力 放在帮助其他人的身上 无疑会给二人的实力 造成极大程度的压制和拖累 徐扬听了李斯特这话 露出了一抹微笑 这个问题 我并不是没有考虑过 这封邀请函规定的时间 是在这个月月底 算起来 我们还有将近三周的时间 而三周的时间 足够我帮你们每个人 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实力 提升了 只要你们心智坚定 按照我的指导进行修炼 必然会在修炼程度上 有极大的进步 我会 叫你们一种全新的修炼法门 适用于整个荧州大陆的任何一域 而不再像是灵修体系这样 拘泥于西域 有了这第两种修炼体系的帮助 你们每一个人的实战能力 都将得到一加一远大于二的增幅效果 并且全都是在计算力方面上 加以体现 第953章 武器朝元 这样一来 你们每个人表面看上去 或许只有青色 等灵力等级的实力 真正实战起来 你们将会和赤龙战队大统领 那一级别的存在 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在这三周之内 你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获得新的修炼体系层面的明显进步 我会考虑交给你们五个人一种合体阵法 这样 就算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我们将遭遇拦截自己领袖力量的压制 你们也完全可以凭借这种阵法的合体效果 在短时间内利于不败 这样一来 我和灵瑶便有了足够的出手空间 解决掉所有的麻烦 不得不说 徐扬这个团队主心骨 当真是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听了徐扬一番话所说 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 心中的这块大石头 总算是放了下来 于是乎 接下来长达三周的集中闭关修炼正式开始 徐扬在普朗西斯夫妇的安排之下 进入到了城主府内的一间秘密空间 这秘室十分的隐蔽 外部人根本找不到这里 并且拥有着十分浓郁的修炼环境 买是之前 普朗西斯夫妇 修炼合体魅惑技能时候的闭关之所 在这个地方 外界的一切骚扰都将完全失去意义 有了这一上家的修炼魅力的硬件 支持徐扬的传道授业的过程 也变得更加完备 原始力量修炼体系 纯粹就是开发自身所拥有的潜能 因此 第一个步骤自然就是凝聚先天元气 让徐扬略感惊喜的是 这几个人所开辟出的先天元气的强度 远要比想象中更加优秀 这倒是让徐扬有些意外 因为通常来讲 先天元气的强弱 纯粹是靠天赋来决定 而这决定天赋的因素 肉身本身的强度是要占很大一定比重的 可是就眼前小丑李斯特·杰西卡这些人来讲 他们的肉身强度几乎都落到了 开辟出的先天元气状态 确实出奇的好 甚至都要比当初和徐扬一起学习的那些团队伙伴们 更加优秀 起先 徐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后来他才渐渐发现 正是灵力修炼体系 不知不觉间 给这些家伙的身体当中的能量储备 得到了相当大的增幅 也就是说 灵力修炼体系 适合原始力量修炼体系 能够达到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助作用的完美组合 在发现了这一优点之后 徐扬和灵妖也果断决定 开始尝试对修炼灵修体系的涉足 作为对自己原始力量修炼体系的一种辅助 短短三周的时间转瞬即逝 这期间 荣耀战队其他五名成员 全都开辟出了四道气旋 将他们各自的实战能力达到了巅峰的程度 进度远要比徐扬和灵妖 最初预计的效果好了太多 好了 你们在原始力量修炼体系当中的表现 让我惊艳 因此 我决定将这武器朝圆大阵 现在就传授给你们 你们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演练时间 磨合到什么程度 算什么程度 三天之后 我们准时离开这里 前往魔龙战团总部赴一场鸿门宴 轰隆隆 在经过了三天的磨合与钻研之后 小丑里斯特普朗西斯夫妇 以及古格拉斯这五个家伙 同时凝聚出来的武器朝圆大阵 效果简直出奇的好 这武器朝圆大阵 最大的作用便是护体 以及战后的能量消耗的补给 也就是说 在面对足够强大的群体对手阵容的时候 持续作战能力 以及自身体能的消耗 将会成为人数少的一方最致命的破绽 而有了这武器朝阳大阵的介入 这样的破绽 将会被完美弥补 就算中途五个人体力消耗过大 在施展武器朝圆战之后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全恢复到最巅峰 并且在这期间 武器朝圆大阵自身凝聚出来的五行灵器守护 将能够抵挡来自自己灵修的绝杀力量 为五个人自身的防御条件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好了 现在开始 你们五人立刻结阵 我亲自来试验一下 有你们现在这种程度的五个人 凝聚出来的武器超人大战 究竟能够抵挡怎样级别的攻击力 徐扬话音一落 李斯特五人立刻行动了起来 而整个法阵的核心 以及指导者 也都交给了李斯特来担任 这也是徐扬充分考虑到 李斯特心结之后 才做出的决定 他就是要通过原始力量的修炼 给李斯特带来足够强大的自信心 而李斯特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他所凝聚出来的先天元气 比其他四个人都要强大几分 也是目前最先一个 无限接近开启第五刀气旋的存在 强大无比的武道元气 迅速在五个人的体内 疯狂凝聚 紧跟着 武器朝圆大阵的阵法光芒 同时包围五个人脚下的位置 相互之间连通在了一起 将原本五个零散的个体为包围 凝聚成一个无间间不可摧的力量整体 当五个人元气融合到一起的一刹那 就算是灵妖 也忍不住在内心深处 发出了一声惊叹 因为就算是他 这些最早一批修炼原始力量的人 在面对着武器朝圆大战的时候 也没有自信能够在一起之内 将他们的组合完全打破 我靠 要不要这么霸道 我说阿阳 你能不能也教给我 和这小星星一些保命手段呀 看到这些原本弱不禁风的小家伙们 一个个经历了你的指导之后 变得如此强大 我们两个也跟着干着急 没错 你这家伙就知道给他们福利 难道我们两个作为荣耀战队的守护兽徒 疼就不能也分到一些福利吗 非正式成员 难道就一定要遭到歧视吗 小星星和剑齿虎 如今已经完美融合了一个整体 属实是一个鼻孔出气 开始为自身的福利 以及在团队当中的地位感到担忧 徐扬看向这两个小家伙 人母狗样的姿态 也是无奈的苦笑摇头 放心吧 你们你们两个的状况 跟他们不一样 因为你们不需要修炼 就有更多的办法 能够提升你们的实力 等这次我们到鸿门赴宴 如果情况不对的话 真的需要大大出手的时候 那些整个魔龙战团当中 实力最强大的修士们的灵光 都将成为你们最好的食物 听到徐扬这样一番许诺 小星星和剑齿虎立刻躁动 而兴奋了起来 他们最初跟随在徐扬的身边 并是不是为了涂塌什么 可如今徐扬的带领下 整支战队的发展节奏和前景一片大好 这也才让两小哥俩 跟着一起着急了起来 人都是如此 在随着自身实力和地位的不断提高 欲望和野心也会有相应的增长 小星星和剑齿虎如今 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但他们和徐扬的那些对手们 骨子里释放出来的 真正的无底线的贪婪 还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这也是最让徐扬感到欣慰的地方 第954章 跺一跺脚 有了徐扬提供给众人的 原始力量修炼法门 以及这武器朝圆底牌 徐扬和林瑶也算彻底放心 带着荣耀战队的这五个队友 前往魔龙战团的总部了 由于这一次受魔龙战团的邀请 意义有些特殊 更多是带着鸿门燕的意思 因此 徐扬等荣耀战队众人 在出发之前 特意让手下古格拉斯的情报 团队大肆宣扬 对外释放消息 故意让这边关重镇知道 荣耀战队接受了总部的邀请 这样做 也算是给众人提供了一道保护防线 毕竟这一次完美镇压 与外地魂战团的入侵势力 都是荣耀战队的功劳 如今所有人都知道 荣耀战队被邀请到了魔龙战团总部 如果真的生了什么变故 萨尔城邦对外的危险指数 也将会急剧增高 很可能会引起地魂战团 入侵势力卷土重来 当天夜里 团队七人整装出发 特意选择一条十分优批的小路前进 故意避开了主道 就是想让魔龙战团 所有暗地里的手段 全部失去效果 原本三天的路程 徐扬团队仅仅只用了五个时辰 便成功抵达 来到魔龙都城魔龙城 哇 这城邦果然不愧是 整个魔龙战团最强大的城市啊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 李斯特一脸没见过世面的 样子感慨着 船长夫妇明显要淡定得多 他们常年出海 整个营州大陆什么样的阵仗 他们没见过 我说 你们这些家伙 能不能跟老大和灵妖学一学 你看看他们多淡定 不过就是一座魔龙城而已 早晚要他们 所有人都臣服在我们荣耀战队的脚下 呵呵 好大的胆子 要魔龙战团臣服在谁脚下啊 正此时 身后 一匹人马迅速凑了上来 看样子 应该是类似守护魔龙城的专属军队 为首 这人气息很强 青色灵光 将他整个人完全包围 如此浓郁的光环亮度 凸显了他 青色巅峰级的实力水平 你们敢在这魔龙城内 大放厥词 已经是死罪了 拿下 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就要命定眼前徐扬七个人的死罪 毫无疑问 如果今天冒犯他们的 不是徐扬七个人而是别人 仅仅因为一句话 就要被剥夺生的权利 这样的战团 或许真的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当然 徐扬再来的时候 已经想好了万全之策 只需要 将这魔龙战团七截 以及核心长老团剿灭 彻底让这一脉脱胎换骨 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呵呵 我们不光说了 还要大声地说 徐扬主动迎上一步 冷笑着 开口 紧跟着 整个荣耀战队其他六人 异口同声地给出了回复 那在魔龙城内人们看来 最大恶极的一句话 确实就这样被这七个人 轻描淡写地重复了 一次 杀 对方彻底被激怒了 所有强大的清洁护卫军 同时对徐扬七人动手 恐怖无比的声势和气焰同时爆发 然而回应给他们的 却是徐扬一个人微微上前一步 这简单的动作 一刹那间 徐扬的道完全扑展开来 这一一脚踏出 仿佛踏在了所有人的心口之上 天地之间的所有法则韵律 都随着徐扬这轻轻一脚的节奏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每一个人都分明体会到了 刚刚那一瞬间 连周围的时空都停顿了一秒钟 对方可能不清楚 但荣耀战队这边每一个成员都知道 若是徐扬想 刚刚一瞬间的迟疑 足够让现场这些家伙们 死上十次的了 哗啦啦 一秒的停顿过后 面前所有守护魔龙城的士兵们 手中武器纷纷崩碎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凝视着眼前的一切 纷纷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 这 这家伙到底是谁 居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太可怕了 士兵们本能地慌乱了起来 因为他们很清楚 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家伙 是他们永远也无法企及的角色 哼 故弄玄虚 为首 这个青涩巅峰林立等级的家伙 无疑也应该是魔龙气节中的成员之一 虽然不知道他的具体身份 但对于徐扬来说 这家伙和其他即将要走向陨落的路人甲 没有任何区别 对方暴怒之下 腾空而起 化作一道青涩光芒俯冲向面前的徐扬 呵呵 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吧 你要消失了 徐扬话音一落 只轻轻做出弹弄手指的动作 眼前这个拥有青涩巅峰林立等级的家伙 转瞬之间便灰飞烟灭了 快逃啊 一刹内间 当眼前这个青涩巅峰镜的七节成员 就此灰飞烟灭之后 整个城邦内部彻底凌乱了 士兵们哭喊着 癫狂一般四散奔逃 没人愿意和这样恶魔一样的存在对抗 的确 刚刚那个家伙 甚至连自己是怎么陨落的都不清楚 这样的视觉效果 的确是太过震撼了 让所有人没有办法用正常的判断力来应对 因此才会出现 眼前这般崩塌式的局面 哈哈 队长 还是你够狠啊 跺一跺脚 整个魔龙城都要颤三颤 李斯特等人见识到了徐扬的威力 一个个全都是一脸恭维的表情 连连对着徐扬摆手 徐扬轻笑 这才乃到哪 好些还在后头呢 等着看吧 要不了多久 他们的后台就会出来人找咱们了 谷格拉斯文言开口反问 那老大 咱们接下来做点什么呢 徐扬冷笑 主动送上门就好 今天我们一定要将整个魔龙城搅闹的 天翻地覆 而造成这局面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 他们那个不开眼的守城将军 冒犯了我们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徐扬既然已经决定要征服这座主城 那就 没什么好说的 仅仅只是从一个将军处理一件小事的态度 徐扬就能看出 这魔龙七杰 和整个魔龙战团一脉的核心层 是怎样一副嘴脸 而这所谓的 邀请 自然也算是变相的囚禁 不过徐扬的态度 似乎更加清晰 敢跟自己玩这一套 怕是整个魔龙战团 都将承受自己的怒火了 第955章 最高规格 荣耀战队的众人 他必还你一仗 你若在他的面前放肆 那后果也绝对是不堪设想的 他倒算不上是喜怒无常 但这个人一旦发起怒来 就意味着 站在他对立面的那个角色 将会没有任何的退路 可言 等待着他的 只可能有死亡的结局 刚刚 徐扬根本没有动用什么强大的手段 仅仅只是带给这些人一波威慑 便已经吓得整个魔龙城鸡飞狗跳 大批大批的魔龙军团 强折守护军的队伍 就这样被徐扬一个人 吓得四散奔跑 完全溃不成军 呵呵 看来这魔龙军团声名远播 想不到内部 居然如此腐朽 倘若领导阶层真的足够强势的话 又怎么可能训练得出 这样一群乌合之众来 李斯特忍不住开口点评了一本 不过他这话说的倒也没有错 如果魔龙军团的这些领袖们 真的是一群铁血将军的话 又如何能够养了这样一批 毫无作用的直老虎 看起来威武雄壮 可一旦真正能够威胁到 自己生命的力量降临之后 他们将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可言 试问 这样的魔龙军团的核心城邦 一旦被地魂战团的入侵 军队打到城墙之下 他们将没有任何防御的能力 我说老大 看样子 这次咱们不需要有什么更多的防备了 这些人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难得大雅之堂呀 以我们荣耀战队如今的实力 恐怕不会被这样一群人威胁到 然而徐阳却是面色平静的摇了摇头 你这话说的倒没错 但你做出这样判断的依据却并不正确 威胁不到我们 的确是因为我们的实力足够强大 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对方的实力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 除了之前 魔龙七杰已经陨落的那一脉之外 剩下的六支军团 以及整个统一整个魔龙战团势力的长老团 实力应该是足够强大的 之所以属于军队的管理 绝不是因为他们无能 而是因为 他们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提升自己的实力方面 因此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 这魔龙战团 应该是一只核心战力极强 但是外围的整体力量 却没有办法和地魂战团相比 徐扬的话说出来之后 普朗西斯夫妇立刻点头答应了一声 我们也同意老大的判断 这场白给我们的鸿门燕 危险还是不容小觑的 只有我们真正解决掉了所有的问题 揭穿他们的真面目 才能算是咱们这些人逃出生天了 现在我们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众人纷纷开口同意这样的想法之后 徐扬便立刻带着荣耀战队 众人直奔魔龙城核心 那是一座装点的十分精致的上古宝塔塔身 通体释放着紫金色的光芒 显得格外神圣而璀璨 所以看得出 这宝塔主阁楼修整得何其用心 几乎是将整个魔龙城所有的光芒 全都集中在了这一座塔当中 远远看过去 徐扬几人便忍不住露出了冷笑 果然如同老大你判断的那样 或许整个魔龙战团真正的价值 全都集结在了魔龙七杰的身上 没一会儿功夫 徐扬七人团队 进入到这塔楼所在的外围 攻墙 起初 大批大批的魔手卫军 军容严整地裂队 而出 除了徐扬和林瑶二人之外 其他荣耀战队五大核心成员 第一时间做出了英作战准备 全都摆出了对抗性的姿态 然而很快 徐扬却是嘴角轻轻扬起了一抹微笑 对着自己的身后 轻轻摆了白手 因为他早已经发现 这些人的到来 并不是要和荣耀战队为敌 更像是一种仪仗队伍的身份 果不其然 就在他这声音 刚刚落地没多久 眼前这些人再次变换了阵型 而随着这些人的阵法 变换出现之后 接连几个 身着十分精致华丽的 强大灵力修饰 不断出现 为首那人的右面肩膀上 扛着一只龙头 我要是没记错 这几个家伙 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魔龙七杰当中 排名第二的狂龙战队 他们肩膀上的那一只龙头 便是这些人最完美的象征 因为按照我听说的内容所知 这样的龙头 装饰 整个魔龙战团 挥下施力所有的修饰战队 其他的人 都没有使用这样装饰的资格 这是专属于狂龙战队的一种标志 只要在魔龙战团的范围当中 见到拥有着龙头着装的人 都拥有着一言九鼎的影响力 听到谷格拉斯后续一番解释 徐扬等人也很快明白了 眼前这几个人的真正身份 至于这狂龙战队 到底有几斤几两 徐扬并不在意 他早已经将这里 所有的对手一视同仁 只要是 敢在自己的面前造次的存在 都只能有一种结果 面色平静地露出一抹微笑 徐扬看向对方的眼神 突然变得冰冷的几分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来迎接我们的 还是打算先礼后兵呢 徐扬的声音 很快便引起了面前 这三个围首的肩膀 扛着龙头战士的凝视 这三人相互之间 对视了一眼 最后都将目光 锁定在徐扬一个人的身上 阁下这话从何说起 你们可是打退了 这次地魂战团 入侵队伍的战斗英雄 这样的阵容 是为了凸显表彰 你们超然的功勋 此番得到魔龙战团长老团 亲自接见 足以见荣耀战队的 受欢迎程度了 这样的阵容 仅仅是为了表示 我们对荣耀战队各位的重视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徐扬似笑非笑地冷哼了一声 那样子 似乎是在说 到底适用有着怎样的打算 你们心里难道一点鼻鼠都没有吗 当然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这样花里胡哨的布置 都没有任何意义 徐扬轻轻摆了摆手 带着身后荣耀战队的六人 闲听信步的 朝着那高耸的紫金色宝塔 走了进去 很快 宝塔的正门向两侧拉开 荣耀战队七个人 缓缓步入其中 当真是看到了 这里面无比精致滑贵的设置 而在这敞阔的厅堂中央 早已经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真修美味 第956章 就连服侍着这顿用餐的随从 竟然全都是青色灵光级别强者 我魔龙战团麾下的勇士们 欢迎你们的到来 这一战虽然事发突然 但是能够为魔龙战团 发掘荣耀战队这样的优秀力量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值得的 这声音浑厚而凝实 看不到声援到底在什么位置 可他散发出来的阴霸 却是能够席卷整个厅堂的上空 毫无疑问 这样的声浪出现后 立刻便引起了 徐扬荣耀战队众人的严肃反馈 这人很有实力啊 伤浪泥而不散 芭城这个人 实力应该已经达到了蓝色巅峰 古格拉斯压低了声音 缓缓道出了这句话 自然也是带给了徐扬等人不小的震撼 蓝色灵力 等级巅峰镜 意味着这个人 拥有堪比小猩猩 那上古蛇皇一级的强悍战斗力 当然 小猩猩虽然也是拦截巅峰 可他的实战能力 绝对是要比同等级的人族 修饰要强大得多 随着这阴浪缓缓落地 宽敞的宝塔厅堂中间 毫无预兆地幻化出了几道人影 这几个人毫无意外 全都是蓝色灵光 栩栩栩闪烁 其中两个人便是包含着 刚刚开口说话的那个拦截巅峰的存在 这两个人 便是如今长老团七人当中的两个 负责常务管理的首席执法长老 老大 这两个人 就是首席长老的身份 负责整个魔龙战团 麾下势力的运营 与日常事务的处理 但他们却并不意味着 是整个魔龙战团 实力最强大的几个人 真正强大的那其他五个长老团长老 平时是不会露面的 古格拉斯将魔龙战团 核心领导层的一些常识性的认知 以精神力的形式 偷偷转入到徐扬的灵魂世界 很快便让他全方面地 把控了整个魔龙战团核心层的情况 不光如此 有古格拉斯这家伙 在 连这个长老团执法长老的姓名 徐扬这里 当脑海中这些人的消息 变得格外清晰之后 徐扬自己也是忍不住暗暗心惊了一波 他是真的没想到 古格拉斯搜集情报的能力 超出了原本他对这家伙的极限的判定 这个人所拥有的价值 可远远不是 能够给团队众人免几顿酒钱那么简单 原来是首席执法长老坦丁阁下 久闻大名 如雷贯耳 今日一见 阁下的风资倒也不过如此 本以为徐扬一开口 也是一番客套的说辞 只是众人在听到徐扬最后几个字的时候 全都忍不住差点笑喷了出来 荣耀站队这七个人 哪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队长徐扬根本就是 在用这样的方式调侃对方 毫无禁忌之所言 毕竟这一番 对方的目的 为何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根本不需要给他们留什么面子 不过这执法长老坦丁明显 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家伙 即便听到徐扬这般调侃 也没有第一时间翻脸 仍旧是一脸微笑的模样 阁下真的是很会开玩笑呢 不过阁下说的没错 我这个人倒也没什么其他的优点 但有一点确实不能忽视的 那就是爱惜人才 任何魔龙战团麾下新生代 有实力的战队 都逃不过我的情报追踪 唯独这一次 荣耀战队这个名字 被我的情报网络忽略在外 这也是让我最为惊讶的一点 今日看到荣耀战队 众人这般风采 老朽 真的是有些自残行贿了 吆喝 这家伙有点东西啊 被老大你这帮当众打脸 一波飞带没有动物 反而能够在第一时间内 反舔一手 这样的套路倒是有点意思 普朗西斯释放精神传音 给团队众人 大家全都采用精神交流的形式 根本不会被其他人察觉 呵呵 就算他再有城府又能怎样 不过就是一些所谓的 先礼后兵师的手段罢了 一旦咱们不肯加入 魔龙战团长老团的安置 他们必定会露出自己正经的面目的 李斯特的声音 传到团队众人的脑海当中 也正是在这一刻 晚宴正式开始 两大执法长老领先 前来参加这场宴会的十几个人 竟然有一大半 都是出身魔龙七杰 并且在七杰头牌战队当中 占据着前三把交椅的顶尖角色 今天有资格坐在这里参加晚宴的 全都是我们魔龙战团最优质的战将 大家齐聚一堂 也是为了让你们能够进一步的沟通交流感情 更好的为整个魔龙战团 付出你们的力量 让我们大家走向更强大的地步 大家各自落座吧 执法长老一声令下 各战队的顶尖人物们纷纷入席 当然不管怎么排序 今天这一顿晚宴的主角 也都是荣耀战队徐扬他们七个 没有人能够掩盖他们身上的锋芒 然而很快 在众人各自入席之后 便有越来越多的这七杰其他战队的顶尖角色 开始尝试着向荣耀战队施加压力 我听闻 此番边界对战 魔龙七杰当中的另一支战队 全军覆没 可是最终 你们这初出茅庐的荣耀战队 竟然凭借着十分悬殊的双方力量 将地魂战队来势汹汹的势力全部打退 我想听一听 这一战 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不知各位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战场经验 也好让我们学习 毕竟 像这种以少胜多的绝对劣势状态下的翻盘局并不多见 其中一个身穿蓝色战袍的家伙 悠悠开口 第一个开始尝试给虚扬荣耀战队施压 不等虚扬开口 谷格拉斯这家伙 便揉了揉自己的大肚子 笑眯眯的开口 谢维斯阁下有所不知 这一战 我们之所以能够轻松取胜 全都是因为魔龙七节战队军临战场 主战场的绝大部分作战 全都是靠他们的子弟军来完成 我们萨尔城邦的守护力量十分的薄弱 若是没有支援军浴血奋战 我们绝对不可能这般轻松地取得胜利的 谷格拉斯很好地解答了众人心中的疑惑 也完美搪塞过了具体的战斗过程 第957章 夜宴 原本不属于魔龙七节战队的一部分荣耀 分给了他们 这样的外交手段 不得不说 就连徐阳和林瑶也是赞不绝口 更重要的是 谷格拉斯一番话彻底 打消了对方进一步询问下去的欲望和契机 对方就是想要继续追问下去 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原来是这样啊 执法长老阁下 如果真的如他们所言 那么这一战的投工 还是应当属于 早已经陨落在战场当中的魔龙七节那支队伍 毕竟我们魔龙战团势力 从来都是赏罚分明的 如果就因为这样 便收拢这一支荣耀战队 进入魔龙七节的领域 当中 未免有失公寓 这家伙话音刚落 旁边那个替着平头的金干中间人 紧跟着开口 启禀执法长老阁下 谢尔维斯将军 刚刚的一番发言 不无道理 想要进入我们的势力 必须要有足 可以服众的强大势力 我并不是在怀疑在座的诸位的 实战能力 可是具体这一战 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其他人不得而知 因此 我建议给荣耀战队 开启魔龙试炼 如果他们能够在试炼过程当中 取得家计 进一步证明自己的实力 那么我们所有人 都将去双手赞成 他们加入魔龙七节的 荣耀团队之中 所谓魔龙试炼 乃是整个魔龙战团 最高规格等级的试炼 通常情况下 魔龙试炼绝不会轻易开启 只有在魔龙七节 七大最强战队当中的 队长人员 涉及到更换的前提之下 才会在长老团批准之后 予以开启 这魔龙试炼 其实也关乎着 整个魔龙战团 最大的一个秘密 有关这一脉力量的发源 从来都是一个谜团 而如今徐扬的荣耀战队 似乎误打误撞之间 得到了这样一个 触碰魔龙战团 至高机密的机会 原本古格拉斯 本能地想要 开口拒绝的 因为他很清楚 开启魔龙试炼力 意味着什么 那就是 这魔龙试炼 乃是一出充满了 凶险的地方 接受试炼的人 都要在进入试炼空间之前 签订专属的生死契约 没有通过试炼的规则要求 永远也不可能 被从空间当中释放出来 也就是说 一旦徐扬荣耀团队七人 真的进入到那个地方 若是没有办法完成试炼 或者是被人 从外面做手脚的话 他们会相当地被动 甚至可能被永生永世地 囚禁在那个鬼地方 一直到生命走向陨落 对方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 摆明了 就是想反客为主 借助着魔龙试炼的名头 想方设法地压制 徐扬荣耀战队的七人 哦 我倒也觉得 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一旦你们通过魔龙试炼 都能够在魔龙深谷当中 获得专属于你们的一场机缘 能够进一步提升你们各自的实力 更重要的是 一旦你们全员通过了魔龙试炼 按照我们魔龙战团长老团 最高规格的法令规定 你们将可以跻身到魔龙七阶当中 三大主阵营势力 有资格在不经过长老团的 受益之下 随意调动整个魔龙战团 挥下任何一个城邦的任何资源 当听到这执法长老这么一说 徐扬原本大快朵頤的动作 很快停了下来 显然他是被 执法长老这样的话 真的给打动了 原本徐扬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带领团队兄弟们过来 好生吃一顿 然后再痛痛快快地打上一架 直接推翻整个魔龙战队 长老团的势力 可现在 当他听到这魔龙试炼 以及相关这个秘密之后 果断改变了主意 凭借自己强大的力量 轻松抹杀这里的这些人 对于徐扬来说 甚至比吃这顿饭 还要不容易 可那样做的话 整个魔龙战团多年来 在银州大陆 西域经营积攒下来的底蕴 都将成为永恒的秘密 那样一来 徐扬团队能够得到的实在利益 无疑也将大打折扣 倒不如 先顺着他们的意图 将计就计 进一步触碰到 这有关魔龙战团最深的秘密 才能够将自己 荣耀战队的利益最大化 在笃定了这样的想法之后 徐扬不做更多的犹豫 立刻面带微笑地 对着眼前的执法长老开口 既然这是魔龙战团 长老团定下的规矩 我们自当遵从 毕竟我们虽然是一支新兴战队 但说到底 也是隶属于魔龙战团的麾下 自然也将为长老团 各位长老 以及整个荣耀战团 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 能够得到 击身魔龙七阶这样的机会 我们也感到不上荣幸 我代表团队向大家表个态 愿意参加这场魔龙训练 徐扬话音一落 其他这些比较陌生的 顶级魔龙战团 各方强者 纷纷露出了释然的微笑 当然 微笑中 似乎还夹杂着一丝嘲讽 以及沾沾自喜的意味 我说 兄弟 为了你和你这些队友的人身安全 你最好慎重考虑 魔龙试炼 可远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容易 并且 一旦你们决定踏入那扇门之后 想要出来 能不能出来 都不是你们说了算的了 徐扬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些诸位大可不必操心 就算是真的 一战沦落 也只能说 我们无能 为了魔龙七杰这个名号 我想我和我的兄弟们 都很愿意接受这次挑战 你们说 对吗 徐扬相真心地扫了一眼 身边众人 殊不知其他 六人自然是对徐扬老大信心满满 只要是他决定的事情 自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并且有利可图 其他战队所能相比 他们都不能毫不犹豫地 将自己的性命 交到徐扬老大的手中 我们老大的意志 就是能够代表我们所有人的意志 代表整个荣耀战队的意志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既然他觉得 我们可以胜任这场魔龙试炼的挑战 我们其他人应当全力以赴 万死不辞 听到普朗西斯这样的表态之后 在座的众人各自面面相去 似乎眼神当中 原本对这支年轻智能战队的一次嘲讽的情绪 很快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更多的是一次警惕和冷漠 他们一方面不想允许任何一支战队 肆意插入到某种集结的团队当中 一方面也从徐扬弃人身上的气焰和谈吐之上 感受到了一次威胁 第958章 每餐一顿 即便徐扬这些人都已经最大程度地压制气息 收敛自己身上的底蕴力量 他们仍就是心有余悸 再者说 就听刚刚执法长老的一番言辞 一旦徐扬荣耀战队 真的顺利通过了这场魔龙试炼 也将意味着原本魔龙七节当中上三支最强队伍 排名第三的那支队伍 将会被全员踢出三甲的行列 失去如今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和资格 这对于他们来说 将会是难以想象的挑战 综合各种原因来考虑 徐扬带领荣耀战队 介入魔龙战团的核心层 对于战团的其他任何一支队伍来说 都不是什么好事 可惜没有办法 长老团需要借助利用他们的价值 这扇门自然还是要为他们敞开的 至于在通往这扇门的背后 到底等待着徐扬荣耀战队的事 怎样一条道路 这些完全就是由他们来掌控的 晚宴顺利结束 整个过程中 徐扬和荣耀战队的七人 说说笑笑 推杯换盏 吃得可谓不亦乐乎 反倒是看在执法长老 颜面出息的其他魔龙七节各战队顶尖人物 一个个灰头土脸 漠不作声 简单向征信地吃了几口 便很快以各种理由请辞离席 直到最后 这满满一大桌子的真修百味 反倒成了徐扬荣耀战队的家宴一般 老大这顿饭吃的真是舒坦 就冲这顿饭 咱们吃饭就算没白来 李斯特真的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 坐在他身边的小丑 还算淡定 一杯接着一杯品尝的手中的美酒 古格拉斯那个酒桶一般的家伙 就更不用说了 从头到尾都没吃几口饭 专门挑着几乎无限供应的 各种珍藏版美酒 硬是灌了个酒宝 要知道 能用纯粹的珍藏美酒灌满他那个大肚子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了 诸位 接下来 你们有三天的时间做准备 三天之后 我将会亲自带领你们 前往魔龙试炼的空间 然而听到执法长老这句话之后 徐扬立刻开口 请问长老阁下 能不能将这三天的准备时间 给我们省略掉 我们兄弟 七人随时随地可以接受试炼 听到徐扬这番话 眼前的执法长老 也是忍不住大吃一惊 你们确定 就你们现在 这副酒器熏天的模样 恐怕进入到魔龙试炼 战场 要不了多久 就会全军覆灭的 那里可不是一个能够儿戏的地方 徐扬懒得和这家伙继续磨叽下去 与其待在这个本就不属于他们的地方 倒不如 直接开启试炼 没什么可犹豫的 别说是喝多了 就算荣耀战队七人 皆是身受重伤的姿态 这世上能够一起抹杀他们七个人的力量也是 屈指可数的 更何况 有徐扬老大在 想要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可以立刻为你们开启通往魔龙试炼的战场之门 在得到他的首肯之后 徐扬立刻给出了肯定的回复 而后在他的带领下 七人各自签订生死契约 完成了这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过程后 执法长老带着徐扬团队众人 亲自来到了这个山 无比精致的门户面前 水蓝色的光芒 波光灵灵 看起来给人一种空灵而梦幻的感觉 光看这扇门的气息波动 根本无法想象 在他的背后掩藏着 是怎样可怕的一场炼狱 紧跟着 只见执法长老轻轻 将自己的手掌附着在这扇门户表面 一道微光笼罩赤色的光芒 在这扇门户的表面凝聚而出 紧跟着 是橙色 黄色 绿色 青色 每一次颜色的变化 都意味着执法长老 向其中输入的力量强化了一分 也正是在这一刻 古格拉斯很快意识到 对方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 那便是从根本上提升 就是魔龙试炼的难度等级 执法长老阁下 蓝色的挑战等级 应该已经达到我们 团队能够承载的极限了 没有必要再继续提升难度等级了 然而 这个执法长老的嘴脸 早已不同以往 猛地转过身来 用一种略带细血的表情 扫过徐阳 荣耀团队所有人 你们真的以为 我是实心实意 想要邀请你们 加入魔龙七节当中的吗 你们应该还不清楚 魔龙七节当中 排名第三的 那一支战队的首领 便是我的亲侄子 也是在背后支持我 担任执法长老的最重要势力 如果就这样放任你们通关 那我今后在长老团当中的地位 又将由谁来支撑 你们此番 前来根本就是要剥夺我的饭碗 所以我才亲自设局 借助魔龙试炼这个机会 将你们所有人彻底埋葬在这里 遗憾的是 你们已经签订了生死契约 而在这扇门的背后 潜藏着的 乃是魔龙战团一脉最深的秘密 不亲自经历一场 你们永远也无法想象 当中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陨落在这个地方 也算是你们宿命当中应有的结局了 执法长老歇斯底里地狂笑了起来 正当此时 身边灵瑶等人 想要第一时间对他出手的时候 却都被徐扬的气息强行压制 任凭他怎样做 我们都不需要动手 你们别忘了 我们正式打算借助着魔龙试炼 可以看到魔龙战团一脉真正的秘密 这里面一定采钱藏着莫大的机缘 对于他们来说 能够成为抹杀我们的戾气 而对于我们来说 这反倒是一场最佳的宝藏 既然他想对我们双手奉上这个机会 咱们何乐不为呢 想杀他这一个废物机会 当然是有的 听到徐扬所说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各自停止了抗争的动作 任凭着执法长老 最终将力量提升到了紫色的光芒 显然 这已经是魔龙试炼的最高规格 就算是历代魔龙七节的最强者 也从来都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试炼 放眼如今 整个魔龙战团 也只有长老团当中最强大的三位子 即长老 真正的魔龙战团抵运三人 才经历过自己的魔龙试炼 而事实上 那三个老家伙 当年 也都是在拦极巅峰的程度 跨入到自己的魔龙战场 从而获得了突破的契机 第959章 荣耀 紫色的光能 缓缓敞开 当得门户洞开的一刹那 释放出来的气息波动 立刻便征服了徐扬药战队的每一个人 这样的气息 毫无疑问已经超越了 众人之前所见到过的任何一处西域战场 所拥有的气息浓度 在这个地方修炼 绝对能够获得一日千里的静静 当然 如此浓郁的战场环境 也必然存在着 难以想象的顶级强者 作为征服他们的羁绊 在银州大陆这个地方 机会与危险 永远都是并存的 强者未尊的战场 实力 永远都是第一位 如今 徐扬之所以 能够这般豪横地带领荣耀战队闯荡八方 凭借的无疑便是他们身上 无与伦比的强大实力 因此 这七人全都是一副有恃无恐的姿态 面色平静地走进了 这释放着紫色光芒的门户内 祝你们好运伙计们 如果我的判断 不错的话 你们这些人 根本坚持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会全部陨落在这里 不管你们之前 到底是用怎样的手段 获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来到了魔龙城 就绝不是 你们能够继续撒野的地方了 执法长老面色阴郁地冷笑了起来 而后彻底关闭了 这扇释放着刺眼光芒的空间之门 自顾离去 而此时 徐扬荣耀战队七人 眼前一阵迷惘 而后 当他们各自恢复了无感洞察力之后 这才看到周围空间的一切变化 我还真的没想到 这个地方居然就是 西域的一处不可知之地 居然就是魔龙战团一脉的传承发源地 想不到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 全部费功夫呀 丫头 这一次 我们真的是赚到了 徐扬对视了 灵鸟一眼 两人皆是微笑点头 徐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 是因为 当他在恢复无感洞察力之后 脑海当中 月之女神的声音 便传递了出来 进一步为他 确认了这空间地带的真正身份 只不过这地方 到底有没有古域的存在 目前还不好说 不可知之的 乃是整个银州大陆 传承最古老的力量始源 也是开启 五月天通天之门的 至关重要的秘密所在 每一处不可知之地 都潜藏着莫大的机缘 毫无疑问 这个地方自然也不例外 而他之所以能够存在于西域当中 按照徐扬的判断 应该也和灵力修炼体系 有着莫大的关系 轰隆隆 很快 一道无比通透的巨兽怒吼之声 咆哮而出 荣耀团队 七人全都纷纷将目光锁定在 西方 也就是那声浪飘荡的方向 却并没有看到猛兽的踪影 我的天 这声浪传递的范围 足有千里之距 到底是怎样恐怖的灵兽 能够拥有这般恐怖的战斗能力 古格拉斯等人 各自开口感慨了起来 就连之前一直沉睡在 徐扬内空间的小猩猩 也探出了头 和剑齿虎一起分裂左右 面色凝重的凝望远方 如果我的 判断力没有错的话 刚刚发出那一声怒吼的 毫无疑问 是一只紫色等级的灵兽之皇者 或许他 就是这不可知空间当中的最终 Boss了 你们一定要小心 那家伙的战斗力 远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恐怖 小猩猩和剑齿虎陆续开口 提点了众人一番 不过徐扬仍旧是一副 有恃无恐的样子 大家不要慌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终归是有解决的办法的 既然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就让我们会一会 那个大家伙看看 他到底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徐扬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 立刻腾空而起 带着团队众人直奔西方 也就是那最终藏匿的地点 沿途 如同徐扬等人所料想的那般 在这条路上 几乎很少有灵兽的出现 直到众人 来到了一方星辰璀璨的湖泊 在湖泊的边缘上 居然有两只年纪轻轻的 美人鱼一样的少女 正在沐浴 在感受到徐扬团队气息降临后 这两个美人鱼少女 第一时间腾空而起 焕发出了彩色的衣着 完美遮蔽了自己的肉身 什么人如此大胆 居然敢进入魔龙战场 莫非是魔龙战团 那些小娃娃们 又接到了什么失联任务吗 大家都没有想到 这两个看似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居然一开口 就呼唤人族小娃娃 这样的口吻 是不是是有点太过骄傲了些 你们这两个小屁孩 我看 你们才是娃娃 我们乃是荣耀战队 两个绝美少女 相互对视了一眼 似乎都在为李斯特这样的举动 感到可笑 这么说 你们是小娃娃 还不愿意听了 真要算起年纪和辈分来 我二人做你们的祖奶奶 都是绰绰有余的 废话少说 进入到这子级魔龙失恋战场当中 等待着你们的 只有一种结局 不是你们能够想象的 再也没有得到她的命令 整个子级魔龙战场 永远也不会主动开启对外门 你们贸然闯入 想要留下自己的性命的话 只有一种途径 那就是做我们的奴仆 当然 我们也不是什么样的奴仆 都会收留的 你们需要竞争 需要用残酷的杀戮 来决出最后的两名存活者 两名绝美人于少女的话 显然是将他们自己 当成上位者高高在上的姿态 让徐扬等人十分的不爽 终于 徐扬给身边林瑶一个眼神 林瑶这丫头毫不犹豫地腾空而起 一句废话都没有 直接对这两个美人于强势出手 不叫你们看看我们的实力 恐怕你们 还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 徐扬的轮廓和其雍容 正当她的话传递到战场中央的时候 那两大美人于同时感受到了 来自眼前林瑶这丫头 强大的战斗力 不好 小心 这个女人不简单 两个人与小丫头 第一时间分三肩两侧 各自掌心之中 凝聚出一道冰蓝色的长剑 而这剑芒虽是璀璨 但徐扬一眼便看出 这根本不是实质化的兵器 而是他们利用一种特殊的能量 集结成兵 在封印上某种特殊的咒法 打造出的一种特殊的能量灵器 果不其然 这两道用法十分的独特 是完全根据这两个美人于的气息 灵魂力来进行操控的 雕虫小剑 灵瑶冷笑一声 背后硕大无比的天剑图腾 迅速凝聚 要知道 她这样的手段 在进入到银州大陆西域战场之后 很少使用 如今这硕大无比的肩膀出现的一刹那 便彻底惊呆了 荣耀战队身边的每一名队友里 斯特小丑 古格拉斯 伯纳西斯夫妇 以及小猩猩 都彻底被这不险山 不露水的丫头 狂暴无比的战斗卫士 彻底征服 我的天 不愧是咱们战队的二当家呀 人狠话不多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二当家 这么认真的进行战斗呢 第960章 人鱼契约 几个人族的小娃娃 想不到还挺厉害 这一次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足奶奶我真正的实力 这两个人与小姑娘 总是喜欢在徐扬等人的面前摆备分 很快便引起了徐扬的反感 我不喜欢这两个臭丫头说话的方式 灵瑶 给我堵住他们的嘴巴 徐扬一声令下 灵瑶很快便得到了执意 嘴角轻轻扬起一抹微笑的弧度 自然也就清楚了 该用怎样的手段来压制 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骗子 接下来的一瞬间 只见灵瑶背后的天剑图腾突然降临 一道巨大的本体 幻化成数以千计的微小形态 在这虚空之中不断凝聚出现 这一招剑法众人并不陌生 也是之前徐扬最常用的 由云望迹剑先地剑道演化出来的手段 自然也传给了灵瑶这个丫头 只一刹那间 漫天见光凭空而下 致各个方向疯狂地涌向这两个人与少女 显然 对方并没有意识到 得罪徐扬团队的后果如此严重 根本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 就已经被这铺天盖地轰杂而下的漫天剑语完全覆盖 糟糕 姐姐 这些人的实力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大得多 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办 需要想个办法脱离这里才行啊 其中那个年纪稍长的人与姐姐 忍不住开口 与此同时 这两个丫头手中幻化出来的兵剑 根本无法阻挡来自灵瑶强大的剑道威力的压制 很快便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压力 没办法 硬扛下来吧 要是躲不过这兵属性的剑阵的话 恐怕你我二人连争夺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两个丫头很快也正视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再不敢做 丝毫犹豫 第一时间火力全开 直接幻化出了各自的人鱼本体 晶莹璀的肉身之上 焕发出了数不清的水晶状的鳞片 而这些鳞片 无疑便是这两个人鱼小姐姐最强大的防御手段 每一道鳞片释放出来的无比精致的生命气息 完美庇护住了他们的肉身 每一个细节位置 转眼之间 数百道剑芒劈在他们的身上 好在有这些鳞片的庇护 让他们得以保全了生命 本源没有受损 绝大部分战斗力得以保存 可这样一来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这些融化在他们鳞片之上的剑芒 后续演化出了更为可怕的战斗效果 无比冰冷的冰霜属性气息迅速凝聚 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迅速覆盖起一道 专属于个人封印效果的特殊冰之结界 殊不知 刚刚被领导打出来的每一道剑芒 全都蕴藏着强大的冰霜属性气息 在剑芒融化在 这两只人鱼身上的鳞片铠甲之上后 融化下来的冰属性气息 也随之附着在了他们的身体表面 而后续这些冰霜之力 在灵瑶精神力的掌控之下 迅速原地集结 化地为牢 彻彻底底地封死了这两个丫头 全部的行动能力 更加完美 镇压了他们一切反击的可能 有了这样强大的封印手段 在 这两个美人鱼 彻底失去了行动力 怎么样 这一战是否让你们这两个 没什么眼界的井底之蛙 开了眼界呢 我们二当家的实力 根本不是你们 这两个臭丫头 能够想象的 真是一群无知的家伙 小丑忍不住开口 嘲讽了这两个人鱼一番 此时这两个丫头 已经像是两个人形冰柱一样 被死死定在了原地 只留出一颗精致的头颅 袒露在冰霜的力量外围 脖子以下 所有的身体部位 全都被这冰霜封印在了地表之上 没有林瑶的命令 他们二人绝难挣脱着封印之力 之前 两个丫头 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可转眼之间 便沦为了徐扬荣耀战队的阶下球 没有徐扬的命令 其他人轻易都不会轻举妄动 此番眼见这两个战利品 已经成功入手 徐扬似笑非笑地转过头 看了身边的李斯特一眼 我记得第一次和林瑶 在酒吧与你见面的时候 你身边总是棒花水柳 跟着几个漂亮姑娘 自打你跟着 我们组建了荣耀战队之后 好像你这个兴趣 也自然而然地被抹杀了 如今 咱们既然来到了这魔龙战场 前途或服未补 我便给你一个放纵的机会 李斯特 这两个少女是你的了 从今天起 她们便是你的仆人 随身侍奉左右 一旦有你不满意的地方 随意处置便是 记住我的话 你要时时刻刻提醒这两个丫头 我们身为人族 再也不是什么所谓卑微的蝼蚁 而是要凌驾在 万众族群之上的世界的主宰 让他们这些 总是迷失自信的 自认上等人物 好好地给我尝尝记性 李斯特还真没想到 众人来到这魔龙战场 试炼 第一波福利 徐扬居然发给了自己 殊不知一方面 徐扬是考虑到 这样一份特殊的礼物 能够让李斯特感到满足 而另一方面 他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进一步提升李斯特的自信心 让他在团队之中 找到自己的专属位置 徐扬用心良苦 只是想让他明白 作为自己的队友 队伍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永远不会被忽略 这也正是荣耀战队 能够走向更强大的程度 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李斯特黑黑笑了笑 不断搓了搓双手 他必须要承认 徐扬赠予给自己的这一份礼物 绝对是李斯特无比受用的 并且他之前交往过的 那些酒吧女王 如何能和这两个 完美精致的人与少女相比 嗯 怎么样 这回你们见识到 我们老大的厉害了吧 想和我们荣耀战队叫嚣 这已经是你们最好的结局了 换作旁人 恐怕你们 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李斯特来到这两名 已经被冰封的少女面前 按照徐扬的指引 判出一指 分别戳在这两个丫头的眉心之上 很快便在强行提取出了 他们的一丝灵魂本源 殊不知 这正是针对人鱼一族的专属 签订契约的方式 毕竟之前徐扬 和自己的团队龙昆等人 曾经征战过小花的无尽之塔 在无尽之塔 最顶层的幻想世界当中 曾经与人鱼一族打过交道 因此 徐扬很清楚 人鱼一族的生命体征 和专属特点 只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便可与之单方面 强行签订契约